後來就跟我講說 他也沒講什麼 然後他跟我說 他們球隊有一個人中了 後來我想說 那你們大概也是中了 然後再過兩三天 那已經是10天 兩個禮拜前 那開始我女兒小女兒有症狀 然後開始我老婆有症狀 然後輪了一圈我都沒症狀 我心想這個就是替爬的心態 那都沒事 你看這是兩個禮拜前 結果這個病毒呢繞了一圈 又來了 就是應該是 就跟蔡同學的論文門一樣 沒有除惡物盡 所以他又反撲了 那 就在三天前 我女兒發到39度8 那我的症狀是 鼻子不太舒服然後頭很重 脖子好像被蔡同學插住 然後那個 很累 再加上有微燒37度12 大概是這樣的症狀 然後接下來是我女兒 然後再來是我老婆 兒子籃球隊的 反而沒事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 反正就睡覺嘛 現在就是睡覺 然後吃那個維他命D3心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維他命C 又好一點啊 就是感覺到也好一點 那我去做那個antigen也是 就是陰性啊 也就連我女兒 發燒到39度8 去做antigen也是陰性啊 媒體人彭文正在中天論文門 節目當中呢 討論了全家當時感染的症狀之後 在臉書粉專中 以英文告知全家兩大兩小 都在半年前兩劑的接種 但是一家五口 包括九歲女兒還是全部都確診 而她以英文向所有人報告的原因 是因為在稍後有破文解釋 不想讓高齡媽媽知道 怕她會擔心 去看吧 不是 你 你 沒有 你 你 說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